偏向的医疗较为缺乏 地方卫生所也因此承担起非常重要的角色 平时除了要提供看诊服务 也为在地地方注入了长照的资源 成为社区长辈生活起居第一线的守护者 而花联县议会保安小组一行人 为了深入地方了解业务推展的情况 以及各项需求 今天是特别依序前往秀林乡及万荣乡卫生所 花联县议会保安小组一行人 包括召集人魏嘉贤 第二召集人吴东升及副议长徐雪玉 县议员陈美莲 简志龙 哈尼加兆等多一议员 在20号依序前往秀林乡及万荣乡卫生所进行考察 除了监视环境与设施设备 也听取简报说明 要了解当地的业务推展情况及需求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卫生所站在一个乡村城市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角色 尤其是在秀林乡跟万荣乡 他们不仅是肩负了公共卫生之外 还有医疗还有长照的一些业务 那它实质上真的可以帮助到 村内非常多的一个乡亲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它的资源 到底是不是有欠缺 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些 有需求的部分 那虽然不是直接是 华丽县政府能够来协助的部分 但是我们会透过一些方式 跟几个议员一起合作 来解决他们的困难 相较于都市来说 偏向医疗较为缺乏 地方卫生所也因此承担起 非常重要的角色 平时除了要提供看诊服务 也为地方注入长照支援 成为了社区长辈生活起居的 第一线守护者 而保安小组也感谢医疗人员 没日没夜的付出 不管面临地震或疫情 始终坚守岗位 要代表所有乡亲 谢谢他们 记者徐立琴小灵箱报导